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马佐克今天表示 哈马斯已经达成目标对于与以色列谈判停火一事 现在保持开放态度 马佐克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哈马斯是否愿意谈判停火 他表示哈马斯对所有的政治对话都抱持开放的态度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三天前在以色列境内发动突袭 造成数以百计的以色列人丧生并劫持了上百名人质 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破天荒地征召了30万名后备军人 并对加萨走廊全面封锁 哈马斯则扬言乙军如果没事先警告就空袭加萨地区 他们就会杀害人质 据报道哈马斯近日的袭击中可能服录了130多名以色列民众 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及记者协会的说法 以色列今天空袭加萨造成4名巴勒斯坦记者身亡 使得这一波尾巴冲突的巴勒斯坦记者死亡人数增至了8人 以色列7日遭到哈马斯发动突袭后 以色列的激烈反击进入第4天 哈马斯执掌的加萨政府新闻首长马洛夫指出 他们是在加萨市的渔港附近报道一栋住宅大楼的疏散行动时遇袭身亡 他谴责以色列对记者做出犯罪行为 根据报道这栋住宅的一名住户接获以色列军方致电 警告即将有空袭后记者群便站到离建筑屋10公尺远的地方 但目击者表示以色列空袭却击中了另一栋建筑 离记者们的地点更近 洛杉矶湖人昨晚在拉斯维加斯进行NBA季前热身赛第二战 现役最老球员詹姆斯首度亮相 胡人129比126获胜 詹姆斯本季将成为挑战史上生涯4万分的第一人 今年2月7日 詹姆斯在胡人对雷霆的比赛打破了甲霸保持的38387分的记录 成为NBA史上得分王 即将展开第21个赛季的詹姆斯也要挑战NBA首名 生涯得分4万分的球员 追求自己的历史地位 詹姆斯生涯累计得分距离4万分还差1348分 如果依照詹姆斯生涯平均的27.2分来计算 只需要50场就可以达标 报道说只要詹姆斯本季能保持健康 生涯得分破4万几乎是囊中之物 也为自己NBA生涯在一天传奇记录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今天表示 菲律宾海军一艘炮艇不顾 中方一再劝阻警告 执意闯入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依法对菲律宾炮艇采取跟肩外逼 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中国海警局表示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非方行为侵害了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顿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菲律宾采取如此危险行为的当天 美飞正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 而军演的海域距离黄岩岛很近 此外一些西方的媒体猜测 菲律宾正在为夺取黄岩岛做准备 今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多次在南海对中国进行挑衅 先是仁爱岛 目前是黄岩岛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找我新闻的最新动态